做第一个 它要我们要做的这个报表 第一个就是 把那个所有的居住县市 按照那个病例最多到最少 最多就是台北市 最少的话就加义 OK 那当然如果你要做这个 当然第一个你要先找到对应的栏位 栏位就居住县市 第二个它算出它里面有几笔 几笔的话就count 所以刚刚做的动作非常简单 就是第一个你有个data 第二个插入数纽分析表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 把那个居住县市 你要group放左边 你要算的比数放右边 这样子最后再做个排序 就OK了 如果你要列出前十个的话 我刚刚提过来 其实这边也可以 看前十个前五个都可以 前几个比如前五个 我们这个大概没有要我们做 如果你要前几个 把这样出来 那如果你要图表的话 如果你要取消 这边也是这样 取消的话就是把这个前几项 就把它取消 清除在这边 上面有个清除 清除筛选 OK它就清除掉了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做完之后 再来就是那个 这是哪个国家 国家一样 就敢敢国家拖拉到左边 直拖拉到右边 OK 然后你顺便也可以画出 你需要的图出来 OK 其实这个就图例 图例如果说你不需要显示的话 其实还可以怎么样 看一下上面这边有个设计 设计里面其实这边都可以 做后续的 比如说你哪些要哪些不要 这边都有啊 图例也没有变成没有 这边也出现 坐标轴的标题 在python里面就叫title 这个坐标轴的水平的话 就x label y的话就是垂直 label 你也可以再去设定这里面 所以其实它两边看起来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实际上我觉得几乎都有相同的概念 也就是那个属性对应的关系都找到 像图例的话呢 在那个我们的那个python里面 就是一个叫lecgen 所以lecgen你如果有 那就是有图例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就是没有 其实这个概念差不多 其他的话 这些上面你看到东西 python里面也都有了 只是说你要把那个对应关系找出来 两边就可以互转了 所以也就是如果你在 枢纽分析表做得出来 你那边也可以做得出来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在针对什么 针对后面 这个已经做感染国家 再来就是什么呢 居住的乡镇 那居住乡镇他这边有提到 只能够是用台北市的 OK 所以台北市的乡 不是没有乡镇 他叫区 只是那个南卫名称 他叫居住乡镇 那要怎么做比较快 其实这边有提供各位两种方法 两个方法都可以做出来 第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怎么样 可以用那个 就是刚刚查过的 这个台北市 用查出来的台北市 再筛选 那怎么再筛选 特别说在枢纽分析表有个隐藏功能 我觉得还蛮 比如说我要针对这些县市所产生的资料再筛选的话 很简单 请你在台北市上面快点两下 应该是在这边点两下 技术这边点两下 他会怎么样 他会把只有台北市的资料 另外再帮你开一个新工作表 然后就把只有台北市的资料丢到这个工作表 那其他县市会不会出来 不会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居住县市 只会出现什么 台北市 其他会不会出来 不会 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有没有 所以以后 比如说你已经筛选这一层了 然后还在下一层 比如说你再筛选哪一区 在区底下有个里 底下有什么里 有没有 一层一层都可以再去筛选 可以用这一招 而且这个工作表 你也可以把它存起来 OK 细部的再筛选 而且甚至这些书纽分析表 其实我以前有教过 还可以配合VBA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VBA里面全部都自动化 自动把你的规则先想好 自动产生你要的报表跟图表 那不就很快了吗 OK 不过我想我们先不要扯远 反正先 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我的频道上面 关键字打那个书纽分析表 应该有我以前教过的影片吧 请各位自己再看吧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如果你要针对这一个 再去做什么 你可以再针对这个工作表 再做书纽分析表 有没有 那怎么做 一样 再插入什么 书纽分析表 这个范围就是只有台北市的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居住的县市下面 这个居住乡镇一样 拖拉到列标签 再把这个居住的 放在它的池 那就统计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 当然它这一题好像没有那种排序 它只有就是列出来 所以第一个是40 七个 最高的好像就是什么 大安 中正 内湖 我们看一下 那如果在那个 我们Python等一下要做的程式 结果一不一样 它好像按照 它是按照什么 笔画排序 所以如果我把这个笔画排序 这个按照笔画应该是A到Z 把这个 应该从这边 排序A到Z 好 不过它的排序好像 跟那个Excel有点不一样 不过至少知道一下 可以这样把我们各区的数字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方法是方法一 如果要方法二 特别是刚刚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做出你就是直接把你的这个点两下 它会跳出台北市的资料 你可以再针对这个资料做什么枢纽分析表 OK 然后再把你要筛选再筛选一次 好 这个是方法一 那如果方法二的话怎么做 方法二 就再切回到刚刚的这个 就是台北市 我如果不点两下 我不要用这一招 我用第二招 两个方法其实我觉得都还不错 很简单 一 只要再把什么 居住的县市 居住乡镇 再拖拉到列标签 也就是说呢 你现在分析咕噜拜 是两层的咕噜拜 也就是说你现在除了咕噜拜县市之外 还要在咕噜拜它的乡镇 但是底下会出现什么 出现台北市的新北市 哇全部都给你的 也就是说它怎么样 县市底下还有乡镇都出来了 但是会很 可是我只要什么 台北市那怎么办 很简单 在这个箭头下方 只要把全部的县市 打勾取消 留下台北市的按个确定 这样子的话 有没有发现 底下的那个 有没有 就是各区的也会出现 也就是说你要变成两次的 有没有 就是列标签变成先限市 再乡镇 然后再把这边筛选留下台北市的 也是OK吧 两个方法都可以做出最后结果 那最后 这个应该没问题吧 两个方法 哪个方法OK 你就用哪个方法吧 那再来的话 最后呢 它说就是要什么 发病日 最后的发病日 最近台北市哪个发病日 其实呢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 其实在那个 Excel里面 如果要最近的发病日 我们干脆用刚刚这个 得到它跳出来的这个资料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发病日就A栏嘛 你就把这个A栏一样 最近的 那就是日期最新的 你会什么 一样做什么 资料里面的排序 那Z到A就可以了 留下来的最近的 就是2018年6月25 再来 它底下就是越来越前面的 所以最早发现是 2017年6月28 一直到2018年的6月25 所以这个资料 最后的日期是6月25 那今年好像又有新的病例吧 我好像都集中在南部 好像就是前一阵 吵得很凶那个事情 跟这个资料应该没有关系吧 不过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好就是留下区的部分 区的部分 记得就是再筛选一次 那就会得到 这个区里面的各区的病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如果要得到 那个最近的那个日期的话 那你就把台北市的那个 产生的那个工作表 再排序一下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当然我刚刚讲的东西 主要是在Ease 用枢纽分析表做 那主要就是说 让大家知道了 其实Python跟枢纽分析表 其实他能做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一个是用法属键盘 看得到图形 看得到资料 那一个是 你必须要下程式语法 利用什么 利用程式里面的物件 然后呢 知道物件里面的他的 比如说他的方选 他要哪些方选 那你利用他的方选 去帮你做到 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概念之后 我们待会再来看 就是在Python里面的怎么做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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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